大家好我是大卢 我是小开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 一周大小事 我们上周没有播音 没有播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一天通知我说不用录音了 我以为说我被换掉好开心 没有 我们现在是改为两周播一次 那一定是收听率下滑 没有就是因为会怕会人那么多进来听 会把我们网站给塞爆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东西分为两个星期 就流量希望不要这么多 这样子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不过呢 上一周我们没有播嘛 马上就有听众 马上就有听众 不是打电话 他马上传APP给我 讲说大卢哥 你们怎么这周没有播音啊 这周没有节目 我现在除了美国的亲如在听之外 台湾嘉一的Hank也有在听 Hank你知道了 我知道都自己人了 都自己人了 讲一个说什么 比如说石门的石先生打电话来说 怎么都没有那这样就 我也可以掰啊 我也可以掰 可是我不愿意做这个假的新闻啊 讲到这种我们这样去掰这个新闻了 我要讲一个很热的新闻处 热的新闻 吴念真导演你知道吧 我知道 你知道这个人吧 我知道 知道 那你跟他熟不熟 我跟他熟 熟 熟很好 我也跟他熟啦 没有你熟啦 没有我熟 没有啦 大家都一样 因为他是我们的长辈 对 好 他昨天呢 前天 罕见的动怒 真的吗 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开电脑 他在他的Facebook里面 痛批 抹电视台的抹记者 我知道 因为之前开记者会好像有人问他 对 就是莫名其妙的问题 绿光啊 开一个人间条件舞的记者会 然后大家前面的记者大家都在问说 这个东西剧情怎么样 怎么样 冷不防的 有一个声音从后面传了出来 有个女孩子 请问导演 钓鱼台是谁的 怎么会忽然问了这个问题 那导演的反应也是非常好 导演就 我觉得他是有把自己的怒气 有稍微压了下 他就说 你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 你应该去问马英九 股方部长 外交部长跟内政部长 他应该是应该 他的回答我觉得还OK 应该本来就是这样 可是那女的记者又发了一个新闻 那他自己可能不是讲得很清楚 这个东西 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他想问什么 他就什么 因为对不起 我也听得很清楚 有很多艺人 艺人什么日本代言什么东西 被影响什么时候 因为这个世界被影响 那可能导演那时候有点就有点生气 想说我听不懂你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这样 事实上并不是导演故意去 好像说需要去羞辱他还是什么 而是连我这种从媒体出来的 我都其实听不懂 那女的想要问什么 好吧 那这事情其实就没有了 那我在我的部落格里面呢 也同时有发表了这样一个文章出来 那其实那个文章的重点 并不是在讲说导演 是在讲旁边有一个人 对 旁边有一个人在那边 突然那个时候大喊一声 对 自你是我的 自你是我的 我很 我非常非常的气 我当场后来的记者会之后 我就当场给他抗议 差一点点那个 两个就打起来 打了打起来 因为林志玲是你的 对 因为我在一个星期之前 我就说过志玲是我的 对 但是志玲是谁的 是不重要 但要姓什么很重要 对 到底是林志玲还是马志玲 就算是姓林 台湾大概也有三万人是 叫做林志玲 哪有乱讲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么多 上万人太夸张 你说有几个这样子 我可能还相信 林志玲 我相信应该是蛮多人有的吧 好啦 这个问题算了 我今天要讲的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来哦 对啊 你昨天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对 我先让你讲一下 你昨天记者会的内容是什么 昨天是子风车剧团的恶团 叫风儿剧团 恶团 1234的恶 对对对 正式成年 并不是肚子恶的恶 对对对 然后呢 就这样 然后这个剧团要干嘛 这个剧团 你要讲一下说 这个儿童 风儿儿童剧团 跟子风车剧团 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 子风车剧团 风儿儿童剧团 是子风车剧团的恶团 所以他们会稍微 做一个区分 对 子风车剧团呢 比较被定位成是 大型展演 精致演出的 这样年度制作 大型的制作 对 那风儿剧团 比较走小系规模的路线 发展小而精 小而美 对 小而有创意的 这个 好 子风车剧团 你担任的职务是什么 副团长 那风儿儿童剧团 你担任的职务是什么 团长 你看嘛 我就是要做这个梗 让你来看 你要谢谢我 不用谢谢你 因为我们之前 没什么收听 而且说你听众 跟儿童主曲 没有什么关系 你找的新闻 都是一些 宅男会来听的 我们有两个 忠实固定的听言 清儒 跟Hank 对 好 我要那个讲 就回来了 昨天开完记得会的时候 有麦克风 有访问你吗 有 可是 昨天他们漏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现在来补 这个问题来问 请问钓鱼台是谁的 哦 钓鱼台是谁的 请回答 我不会 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 如果昨天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那我就一样会说 林志玲是我的 那我们下午还是会吵架 因为林志玲明明是我的 对对对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林志玲 你不要林志玲 林志玲给我吗 对 所以你要谁 呃 如花 世玲 你要 惠池 你为什么一定要塞这种的给我 什么叫塞这种 他们也是人啊 那给你啊 可是我有志玲 我们有必要在节目上讨论这个吗 那很无聊 好啦好啦 那我们赶快回来了 这个新闻蛮好玩的 这个新闻真的蛮好玩 第一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 就给大家一个重量级的 对对对 让你来念 因为你的口词比较 他说美国一年 有3761个人死亡 为什么而死亡呢 因为自卫而死 不是去跟他打架那种那个自卫 这个自卫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 手淫啊 手淫啊 对 手淫 我那时候看到这新闻吓了一条 哇靠 美国大概有一两亿人 他们竟然可以统计出 统计出有这么多人 是因为自卫而死 结果这个新闻 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 对 他说美国统计呢 一年当中 他有统计很多死法 比如会有三个人 因为被鳄鱼吃掉而死 对 然后会有三十个人 因为跳伞而死 对 四十个人呢 被蝎子给遮死 143个人呢 被雷劈死 这可能其中包含你 因为你会是做很多 我在台湾 那再来1795个人 因为救护车事故而死 他的这个 打一个岔 这个可能是说 救护车救了人之后 那就车祸 车祸 对 不是说在车上死掉 是车祸事故 对 然后还有 最后 有3761个美国公民 因为自卫而死 哇 这我们都能够算得出来 对 这个人如果让自卫而死 送到医院去 那个法医怎么样去 就说这个人 精进人亡 对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不过呢 不过这是因为 其实不是真的大家 就是大家也不要紧张 不要说因为 好像自卫过多就会死掉 不会 自卫过多不会死 不会死掉 只会比较虚弱 对 不会虚弱一点 对 但是他说为什么会 这么多人自卫而死 是因为 他们会使用一些奇妙的道具 比如说 以前听过很多 会把什么 电线插进去 还有那个玻璃瓶 对 玻璃瓶插到那个 不是你想说 尿尿的地方那么小 他怎么有办法弄进去 对啊 就是把那个玻璃瓶 塞到那个菊花里面去 这个还比较可以理解 你要想说电线 对对对 塞到那个 马眼里面去 对对对 那个很痛 对啊 那个马应该会非常非常痛 叫这样子 对啊 然后还有人因为 利用吹风机滋味 结果触电而死 对 这到底是怎么弄的 我实在很好奇 他用吹风机的时候 干嘛还要插电 觉得很奇怪 他可能要用 他觉得要有热风 热风 热风吹过去之类的 这个我实在很难想象 可是你不觉得 这个新闻是我们 开播以来 最好笑的一个新闻 这还蛮好笑的 所以不是 这告诉我们说 智慧可以 不要使用太多道具 对 就用你的双手 但是如果双手张紧的 你要小心 很容易 溜背 这很好笑 不过讲到这个 所谓我们刚刚讲到 跟性有关系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 那个社会新闻 对 比如说我是一个 我就穿了 你是个神棍 对 神棍 然后我就会去 框 框那个一些 你需要改运 对改运 然后我们要男女交 对对对 就是那个怎么讲 阴阳调和 阴阳调和 对对对 或者说用我的身体来 然后体力要交换 对 比如说用我的身体 来化你的煞气 对 然后我上次还看过 一个更好笑的是 我要来化服 我要在你身上化服 用我的肉笔 帮你身上化服 哇塞 我想说连这种话 都说得出来 这不是你常 骗女孩的招数吗 不可以讲出来 来来这个新闻 念一念吧 这个新闻呢 是在这个 有一个人 是台湾 这是台湾的 台湾 台湾的 然后呢 他就说 神要你跟我在一起 对 而且他有很多理由 很好玩 你是我的肋骨 你是我的肋骨 你是我的妹妹 对 还有 如果你不跟我发生 性行为的话 就会发生 星际大战 这谁会信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这么多理由 偏偏有人信 不是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多理由 因为他 你知道他做什么的吗 他是一个37岁男子 他是经营 卡通漫画社 所以他 看太多漫画 太多想象 可是我真的觉得说 可是被害人数 有12个人 其中的9名是女大学生 而且次数高达 676次 所以他从民国91年犯案 到去年11月被捕 等于平均不到5天 就要信心一次 这个实在是 我真的很难想象说 这么多人会受骗 对 所以他的新闻讲说 他这个人已经到达了出生入患的地步 就是用神 而且连同性恋倾向的女学生都被他 因为他就跟他讲说 有同志倾向是亵渎神 一定会遭到性侵 所以必须跟他发生性关系 才能够恢复正常 然后他就想说 我是神 圣灵只要跟我发生性关系 就可以拯救你跟家人 如果你不信 你的父母就会死亡下地狱 哇塞 这个我真的 我有时候就觉得说 你看那些 就是假借宗教 然后况 其实有时候人 你看他就是很平常 讲话也不见得很会讲 可是他 就可以骗到这么多人 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事 然后还会 还除了骗到人 还骗到钱 然后讲说我需要需要什么啊 然后需要建什么教会 请大家叫捐献 这样也捐了大概358万元 哇塞 真好赚 开班授课 教一些政客怎么骗人家 可是我真的觉得说 怎么还会有人愿意被骗 真的是 算了 对啊 就像我看到你教女朋友 会觉得怎么有人会被骗 真的 你说自理呢 所以我们不要 不要假借跟神接近的名义 对 然后去骗人 对 你如果想要跟神接近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方法 有个方法 就你要砸大钱 坐头等舱 对 有很多人 为什么要坐头等舱 因为舒服 舒服嘛 宽啊 换很多钱嘛 宽啊 然后里面东西吃啊 喝啊 但是呢 又是英国 英国模拟实验说 其实坐在头等舱呢 如果发生坠机事件 死亡率是最高的 非常高的 对 其实反正坐在机尾好像比较 嗯 他说有了舒适丢了宝藏 嗯 这个蛮好玩的 他想说 他们用时间 他们在波音727上面 用170个假人当中 细好安全带 嗯 并做好抱头安全动作 然后呢 这个模拟坠机的过程 结果呢 这个细好安全带 没有做安全动作 是头部重创 对 然后呢 没细安全带 也没做好的 是多处受伤 对 这个新闻 其实他里面最后 他有讲教说 讲啊 说为 为何 头等舱的死亡率 是最高的 因为你说 飞机在坠落的时候 通常是机 机比着地 对 所以头等舱比较近嘛 对 所以机尾的人通常 获救的比率是高啦 但是当然 不过你发生罪机 本来是 大概就是 可是他们就说啊 其实 飞机要 坠落的比例 其实是低于 在路上的 交通 车祸的死亡率 可是这个我就想 因为我每次坐飞机 都还是会害怕 真的啊 你想说一台那么重的东西 在天上飞 是铁 是铁东西 竟然可以在天上飞 太神奇了 嗯 所以 所以如果你想跟神接近 接近的话 就尽量坐头等舱 哇 这个东西会被告 我们不要这样讲 对对 但是呢 其实除了跟神接近呢 其实 我们尽量跟家人 家人多接近 家人多接近一点 对 那跟那个家人多接近 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方法 这边有个新闻啊 你说说 他就说 因为现在3C产品呢 非常的这个 广阔使用 而且大家使用时间太长了 对 你只要把它关机半个小时 嗯 就可以跟爸爸妈妈很亲近 不会 他会去睡觉 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 可是我真的 我真的相信啊 嗯 因为现在孩子回来就开始玩电动 嗯 玩iPad 打电脑 嗯 对 玩手机 你真的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是乖乖的 你就会找事做啊 嗯 你可能看电视啊 可能就算看电视 你还是有休息 你至少还会跟爸妈讲样话 你们家小亨呢 他也是3C啊 对啊 对啊 他会不会因为关了半个小时 就跑来跟你说说话 会哦 会啊 对啊 所以 嗯 这一件 那除了这个事情是真的 他会说 把我什么时候可以玩 他要跟我讲 然后讲了半个小时 说我什么时候可以 我什么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东西 我要稍微讲了 讲 我要稍微讲一下 就 呃 我那天听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讲说 对付小孩子很容易啊 你把那个iPhone iPad 对 把那个给他就好 他 三个小时都不会烦 对 真的啊 对啊 对啊 现在真的都这样 很多家长这样做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说 这是好还是坏 每个世代有每个世代的成长过程 这也不需要太担心 没办法 你现在社会就发展成这样 你就是发展这些东西啊 你要让他们不接触也不可能啊 也是啦 有些 没有 有些人会顾 比如说家里不装电视 有很多人 家里不装电视 因为不想让孩子看电视 可是其实有时候 就像我们小时候 常常的爸爸妈妈会念说 你以后是要靠电视成本啊 果然 就真的 你就是你去做传播业 或是什么 就是其实 你限电他 对当然会影响他另外一种发展 可是也不见得 都是好事 有些资讯的东西 但是选择性的 爸爸妈妈的监管 这个东西就还是很重要 对啊 好 所以呢 现在啊 我们上半场先告个段落 然后呢 请所有的听友 先把你的电脑关半个小时 对 我们就不要再听了 你不要 啊不是 半个小时之后再 开机 那开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节目就结束了 他听第二段 我说他回来听第二段 我知道啊 我以为我们是live 不是 当然不是啊 然后呢 这半个小时呢 请你去找一下你的爸爸妈妈 或找一下你的小孩子 对 跟他们说说话 对 然后就问他说 说什么话都好 你就问他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开电视 这样都好 对 对不对 这是一种亲子交流嘛 你可以问他半个小时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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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